欢迎回到老汪说 大家好我是老汪 今天来听老汪说八卦 过去我没有说过 吴亦凡事件完整实录 女孩对他求偿800万的事件 他因为诱拐少女还有约多人趴队 吴亦凡已经确定被判刑13年 他应该怎么样都没想到 开房开到变牢房 除此之外 他还被查到逃漏税 要追缴6亿人民币 也就是台币25亿 25亿可以买 150台蓝宝监链 还可以吃2500万份的鸡排 这个判刑会这么严重的原因 网络上就有非常多说法 甚至还有阴谋论 这我们晚一点会来说 那你一定会好奇 吴亦凡不是已经被关很久了吗 之前吴亦凡是被羁押在看守所 凡人在等待判刑的时候 因为怕他跑路 所以要先把他关在看守所等判决 判决出来以后再转去监狱服刑 往这边就有一些小八卦跟内幕 指出吴亦凡在看守所内的情况 甚至进去的时候 还被要求先来一段 freestyle 那我们就先来说 看守所的吴亦凡 2021年7月31号 那天是个星期六 吴亦凡被北京朝阳警察局刑事拘留 他的所有网路官方账号 也在那个时候 全部吴亦凡通通被关闭 吴亦凡他妈妈第一时间就跑去申请交保 但律师表示 这办不到 因为这个案子根本不可以交保后传 后来根据所方人员表示内幕 老汪要先说 这个是不具名观众提供的 那么接下来我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吴亦凡一进去的时候 他就是先脱掉衣服检查 他的东西尺寸确实一般 但是也没有到牙签一样 就是比一般还要营养不良一些 然后就要叫他蹲下 检查看看有没有夹带什么东西在里面 这个步骤就是怕有犯人放东西在屁屁那边 过去电影就有演过 还有人放整只鸡腿 剪他完以后就给他看守所的衣服 内裤跟一些关系用品 我们看守所所附的牙刷 是那种套在手指上的 就是刷狗牙齿的那种 当然我不是说看守所的人是狗 而是举例产品 换完衣服拍完照片 录完人脸就带他进去了 看守所他不用剃头发 所以头发还是有 急于好奇 我隔天就问了一下跟他同房间的人 他们说吴亦凡就傻子一个 叫他先去水龙头那边洗一下 他在那边问怎么没有热水 笑死还以为自己家 后来就有人借他肥皂 让他去搓一搓 他就开始问他怎么样 为什么会进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没有多说什么 就只是说自己运气不好 演艺圈比他夸张的人多的是 听完以后我想 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 就好像有些人明明就是自己的问题 偏偏要把责任都推给星座 说自己因为自己是什么星座 所以个性比较机车 其实都蛮是自己的问题 在看守所的日子很无聊 也很恐慌 无聊的原因是因为 虽然有电视看 但其实就是只有两个频道 一个是中央电视台 另一个是电影频道 但是电影频道呢 也只有周末的规定时间可以看 剩下的时间就是坐在那边看书 被监规 通常每个房间里面都不会只有两三个人 通常是一大群人 所有人都挤在同一个空间 那有点关系的 待比较久的 就会睡大一点的空间 那刚进来的绝对就是勉强躺下 连翻身都有困难的那种情况 那无疑反正他刚进来的时候 他早餐都有吃 这边每天早餐就是像水一样的粥 一个馒头再加一个鸡蛋 基本上我们的要求不像监狱 你一定会以为看守所比监狱好 其实监狱会比看守所好 至少伙食是这样的啦 像我们这边很偶尔才会有肉 而且就像我说的喔 至少在监狱那边你知道你只要服刑多久 那有些人进来看守所 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正式判刑 大概过了几天吧 吴亦凡就开始购买一些外食了 我们看守所每一个星期可以买一次东西 里面会有泡面 炸菜牙膏卫生纸之类的 这些都是外面的人转钱进来 放在你的帐上 让你可以吃一吃不一样的东西 他那天他买了火腿肠卫生纸泡面这些 那很多人以为我没有钱 进监狱就好了 来吃免费的那个饶饭 但是你竟然你会发现 在这个年头啦 你没钱你连饶都做不起 因为你能吃的就是那种都是水的粥 后来我又问了吴亦凡他们房间里面的人 他们说晚上的时候 大家都会跟吴亦凡聊演艺圈的八卦 甚至还让他来freestyle 他也很nice的照着玩 这些举动也让他床位变大了 大家也觉得他人不错啦 一些工作也没有让他做 那其实我有看到 他有几个晚上都在偷偷的哭 其实看守所里面最痛苦的 除了自由被限制以外 还有就是外界的讯息隔绝 你根本不会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你问我他有没有被挨揍 现在不像电影火烧岛一样 做什么事情还会挨揍之类的 没有那么夸张 不被你想要被关更久 那吴亦凡在里面就是这样的 只能奉劝大家好好做人 不要挑战公权力 否则那种精神上的折磨只会压垮你 以上就是吴亦凡在看守所的情况 那么究竟还有哪些内幕呢 根据网路上的新闻资料指出 吴亦凡至少拦止33人 而且还有多次的多人乐趴 里面还有多位的未成年少女 网友们还整理出了时间轴 在2020年的时候 甚至还有趁少女喝醉的时候印来 里面甚至还有一晚上连续邀约不同人 也因为这样他被判刑了13年 但是网路上也有一方表示 这个其实里面是有阴谋论的 就是因为吴亦凡太红了 红到不能让人忽视 连最上层都知道 于是就拿来杀鸡警猴 以警校友 他就是这个范例 谁敢再犯就如同此案 也因为这样他有再多钱都没用 有更大的关系也没用 这也就是网路上所说的一个阴谋论 而且里面还有一些八卦内幕 这个是内幕中的内幕 里面未成年少女 有一位是高官的女儿 里面还有一位未成年少女 是美国人跨海提告 甚至里面还有未满14岁的 那你说这还能给他机会吗 除此之外 吴亦凡因为生活很乱又不爱戴 当年少女爆料的时候 就曾经说过一句话 那些被你伤害 被你摧残 为你拿掉小孩 因为你染病的人 你想过他们的感受吗 当时看到这段话的时候 大家还真的没有什么感觉 直到有一位爆料者 拍下影片表示他看到吴亦凡 在两名警方陪同下 到北京某一间医院看皮肤科 那这个医生的专门科目 就是艾滋病跟梅毒 也就是心病 那这个画面出来 也有些粉丝表示 很可能就只是皮肤病啊 未必是这些传染病啦 吴亦凡要被关13年喔 但这目前还是一审阶段 会不会上述目前还不晓得 但能知道的是 依照目前宣判关出来以后 吴亦凡就45岁了 但是说来机车啦 他就算出来 还是可以过得很好喔 为什么呢 吴亦凡这一次 虽然被追讨了6亿人民币喔 但是根据腾讯新闻的统计 吴亦凡官是2015年到2020年这5年的时间 他光是靠电影分红就赚了十几个亿 中国名人财富榜 他仅次于周杰伦 吴亦凡担任中国有戏 他制作人导师赚了几个亿 开了十几场演唱会 每场百万收入又几个亿 他当时所有的代言几乎都是知名大牌 像是宝格力 宝石捷 LV 康师傅 王者荣耀 全部都是他代言过的 这些每个代言费用都是上千万甚至亿的 房产他有好几间每一间也是几个亿 所以就算他赔了6亿 他还有30几亿人民币 也就是台币150几亿 名下还有多间公司投资 就算他在监狱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他还是一直不断会有被动收入 其实吴亦凡还没有真正红之前 他的人设是努力上进 但是因为他钱赚得太快 他容易就变成了一个病态的人 就像曾经某一个受害女生说过 吴亦凡告诉他 他想要的从来没有得不到的 包括女人 太多的金钱会把人变成 不在乎伦理道德的魔鬼 那么各位听完有没有觉得 心里好不舒服 为什么这种人出来以后还那么有钱 那么接下来老王来说一个 大家会舒服的 出狱后的吴亦凡 会被驱逐出境回加拿大 回去加拿大以后 要再受到加拿大那边的刑责 那加拿大对于这种犯罪 会做出一个刑罚就叫做化学阉割 过去因为下个体态系像牙签 被取名为吴谦的吴亦凡 回去加拿大以后 可能要改名变成吴亦凡了 我是老王 我们下次见